中国队的阵容是正副主任 英国队是火箭和马苏 七五三杰这两位 还好没派巫师来 这里先公布大家一个好消息 之前问到丁俊辉什么时候出赛 丁俊辉将参加7月4号到9号 举办的全国团体赛 也会涉及到四路和双打 然后8月初就会去英国 赛季首秀应该是到欧洲大赛的制作赛 哎呀这一杆丁给大伯挖了一个坑 失误啊这球确实也不简单 好球 角度里的小强行K球 给火箭留了一个最具挑战的中代位置 中代老王子 不在线 啊 斯洛克双打其实挺有意思啊 但是得有点水平 才能打得完 嗯 有个组合球 强行上手 这一局现在局面全部散开 如果不出现低级失误的话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 这个就是双打的魅力 大家得为下一盘 为对手做考虑 如果老是断 或者怎样 那就是容易给对手挖坑 不过对职业选手来说还好 双打也能发挥出比较好的实力 破百这些场野 这一边没开振 大角度红手高净 白车的落点 本球有没有 本球有就是相当漂亮 没有就有点尴尬 绿球没打击 这次表演赛啊 打得比较开放 尽量少一些防守 这二八景的比赛再绝绝防御 牢牢的主动 现在台面分数刚好高 看看马叔和火箭的配合怎么样 那个第一局两人各种球打不进 不知道是客气还是在找手感 好的没问题 可以就角度很舒服啊 直接滴干一步 火灯上去都可以 一个负责准度 一个负责走位调整 是吧 这一根有点轻 这个马叔整的不好意思 白球的位置 哇 我地天 这小角度调的 手摆位 马叔心里肯定乐呵 跟落里搭档 真他妈爽 好球好球 双打有意思啊 找到手感了 铁看下一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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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